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全国独轮车锦标赛今天起在屏东市举行两天,这项强调平衡感与速度的竞赛,吸引1400多位选手参加,寒流来袭,抵挡不住观众热情,纷纷到场为选手加油,气氛热闹。 106年第六届教育杯全国独轮车锦标赛,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04支国中,小学队伍参加,第一天在屏东市中正国小进行竞速比赛,项目包括50公尺单脚前进竞速赛,100公尺,400公尺,800公尺,个人前进竞速赛及400公尺接力赛等考验选手驾驭独轮车的技巧。 中国民国独轮车协会秘书长李宗宏表示,虽然天气寒冷,但选手们斗志高昂,为争取荣耀,拼劲十足,吸引不少民众到场加油,明天早上9点起将在屏东市慈凤工前广场进行第二天的赛程,包括个人、双人及团体花式竞赛,精彩可奇,欢迎观赛。